改装汽车PK快艇 到底谁的速度快 过程太刺激 很多人可能有点懵 汽车又不能在水中行驶 怎么比赛 那你可就太年轻了哦 早早到就水路两汽汽车 这位小伙就是一个改装车爱好者 在汽车上可没少花钱 一来的这辆汽车看起来就非常的霸气 看按照简镇改装的非常有个性 为了这次比赛还专门订制了八个超大轮胎 看起来都觉得刺激 差不多有一人高 如果不是经过改装的话 根本都装不上去 经过朋友的帮助 一切完成之后 就开着这辆战车下水了 轮胎内部都是真空的 提供了一定的福利 所以在水面上驾驶没一点问题 连都是坐船在海面上行驶 而他则是驾驶汽车 这场面还真的是难得一见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甚至一会儿直接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爬到了车顶欣赏风景 真的是看着非常有趣 但看速度根本就无法和快艇PK 能行驶起来就很不错了 速度并不快 但还是很想坐上去体验一下的 看着都刺激